好 再看到在这次的选举 大家都关注论文 现在德明科大 是宣布撤销民众党立委蔡碧如的硕士学位 好 在蔡碧如的部分被爆料说 硕士论文是涉及了抄袭 那10月13号是公布了 德明科大公布撤销蔡碧如的硕士学位 在10月14号的9点钟 好 前在14号上午 蔡碧如她还是说 对自己的论文是有信心的 但是呢 她说 如果是有瑕疵 绝对不恋战立委的职务 结果到晚间九点钟 她是呢 是发了辞职声明书 辞去了立委的职务 那她这么说 她说这个时候请辞不是策略 是自己的公开承担 希望能够树立新政治典范 那民众党表示说 接下来呢 会由这是2020民众党不分区排名的 预计是排名第七的 星光第三代的吴欣盈来递捕 那么各位了解这个转折 就是说党内很担心 这个事件如果说继续的延烧 那也担心会冲击到民众党的选情 所以在党内就有这个逼宫 要求她请辞压力 所以最后她就决定 在脸书上公布了辞职的声明书 我们请教汉庭 我觉得一开始 昨天在看到的时候 就是很简单几个字叫做了不起负责 是 了不起负责 而且确实是挺有风骨的 可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那到底它跟林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一定很多人要同时拿来做比较 这差别很简单 也就是说一个是当下立即的辞职 而另外一个则是拖泥带水 而且拖的过程呢 还是全党要去挺一人 而且还对学术的机关 还对台大做各种的抨击 糟蹋跟侮辱 那反观蔡委员就是接受了这样一个 她没有接受 她就知道了这个讯息 然后立刻做出辞职 那也没有对学校做出恶意的抨击跟批评 她只是说自己还没有收到 学轮会的裁判的结果 所以其实是非常公正 而且是理直也不屈的 去阐述自己的声明 而这些的态度跟形式的作风 跟民进党临致间的作为比起来 那当然是大相径庭 那第二个我们看的是 实际上到底两人的论文之间 有哪一种的问题呢 就临致间问题大家都已经了解 她很明显就是两个地方都是 都是去做抄袭 那可是这蔡壁如的地方呢 还在争执说 是不是仅止于引用过程的不当 因为到目前呢 其实并没有说 这蔡委员的完全是抄袭 哪一篇 然后她的比例的 这个多少的幅度相同 目前是在讲说 她引柱有失当 所以严重程度上 那当然蔡委员的论文 跟林志健的论文 就抄袭程度的轻重一同 是有差异的 那就算有人觉得说 你看两个都一样烂 全部都是抄袭 那当然我们也都觉得 这样都很不好 可是至少呢 在事后的态度处理上 那蔡委员的第一时间 立刻的止血 而且呢立刻的下台道歉 相较于民进党 然后全体的是非不分 以及道德沦丧 或者是去攻击学术机关 那么至少蔡委员的这个举动 在第一时间 然后我所观察到 很多偏蓝营的群组 也都觉得她是一个很有guts的人 那再来第二个呢 是民众党内部的一些纷争 因为呢蔡委员在民众党内部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民众党内部呢 如果要分成派系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蔡委员一派 跟非蔡委员一派 所以她的角色跟地位 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事后呢 就当她卸下了这个职务之后 显然的党内也会引起一些 其他的风波跟纷争啦 那再一个可以观察的 就是呢民众党不分区的 星光第三代 吴欣怡地补 因为其实先前我在质疑 台北市政府的一些标案 有特地的 也不能讲特地 就是有标给了星光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市府有放水的嫌疑 所以我当时质疑 那为什么市府要对星光这么好呢 就因为星光是你们不分区的 的明代啊 那当然当时她没有上 但是现在上 所以我们要去检视说 那会不会未来新竹如果 如果民众党顺利拿下的话 那跟星光集团之间的一些工程 或者是标案 也要采取相关的利益回避的问题 这些事当时可能都没记住到 因为当时她不是立委 可是她现在成为立委了 未来这些都应该要继续注意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汉廷讲的 这个分成在民众囊部分两派 就是蔡维一派 非蔡维一派 所以现在在立法院的民营党团干长呢 罗志正就说 内部啦有人逼退 这是她的猜测 也可能跟柯文哲断尾求生有关 那么现在为什么会有做出了一个 立刻就是请辞 这样子非常有guards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蔡壁罗辞职声明 就在10月14号 为了就是要保住谁 黄珊珊还有呢 在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高宏安担心 可能呢如果继续这样子 一直再次的又是个论文事件 对民众党会有伤 好所以第一时间很快 就已经辞去了立委的职务 那么柯文哲就说呢 他是一个做事认真 有guards先辞再寻求救济 他认为民众党处置民快有担当 而且组成分子都是年轻人 跟高知识分子比较理性 同时在倒打民党说 不会啊全党就一人 连台大都要干掉 再为自己出一口气大兴哥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回到我们先前讲的那个话题 就是我要补充几件事情 刚才雅婷提到了那个字卡 说有人说韩国瑜就像是一个老歌星 如果他是一个老歌星 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邀他了 就如果这么多人都强力的邀他 邀不到他还要拍录影 但还要请他录音 那么你说把韩国瑜比成老歌星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可能有点失真 就跟现实的状况落差也未免太大了 那么第二我要强调的是 事实上韩流就支持韩国瑜市场的这些民众 他们跟国民党某种程度是重叠的 可是某种程度并没有重叠 你不是完全的 所以韩流之所以能够带起这样的浪潮 那除了这个深蓝的选民之外 其实还包含了很多庶民的百姓 所以大家认为说他是一个庶民级的政治人物 所以包含现在可能都还不是国民党的 所以这就是韩国瑜市长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民党内天王级的政治人物 最主要的因素了 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 现在的选举 我们看到很多候选人的肇事活动 我参加过太多场了 动员起来都很累 就所有你碰到的候选人 大家都告诉你 包含我想问汉庭就知道说很冷 所有的人都讲今年选情好冷 不晓得为什么就这么冷 要动员起来好像没有这个热情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政治人物 能够帮国民党把每一个地方的选区的热情带起来 他当然是国民党重要资产 就现在先姑且不要去讲一些有的没的 就光讲这场选举为了九合一大选 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帮国民党的候选人 把选情炒热 把场子带热带了人潮 让更多的人关心这个候选人 支持这个候选人 让国民党更多的候选人当选 那么韩国瑜市长当然是不二人选 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整个发展 韩国瑜市长会用他实际的行动来证明 他无所求也无所图 他所希望的就是九合一大选能够胜选 2024能够帮最好的候选人推动政党轮体 那回过头来讲这个蔡壁如的问题 就我觉得蔡壁如 他其实在第一时间之所以没有辞的原因 他已经讲过了 就是他搞不清楚为什么 他的这个硕士的资格会被撤销 他搞不清楚 那当然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新闻报道 就是不像林志坚 他很多相关的文章都已经贴给我们看了 我们都知道说到底是哪一点重叠了 那你说对于蔡壁如 他在第一时间不辞 我觉得也情有可原 因为显然蔡壁如 可能对他的论文很有信心 现在看起来蔡壁如 对他的论文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我相信在第一时间 他收到了这个德明科大的 这个撤销的通知的时候 他应该觉得很错愕 就到底是为什么撤销的 那当然如果 如果德明科大在通知蔡壁如通知书里头 写清楚一点 说因为你第几页第几段多少地方 或者是我把你丢进了论文比对系统 有多少是这个重叠的 所以你不符合这样的标准 我相信蔡壁如可能第一时间就辞了 可是显然的是 德明科大给他的通知 也就短短的几个字 还比不上德明科大给记者的相关资料 所以当然蔡壁如在第一时间 他不会选择辞职 他想说不可能的 我都认为不会有问题啊 那是不是有什么 中间什么什么误解的地方 但是当民众党 过去是用很高的标准 要求别人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刻 当然你就给了民进党 见缝插针的机会嘛 就民进党就利用这个时间差 开始见缝插针了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 柯文哲或者蔡壁如 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算是相当明快的 就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 所以蔡壁如在随后的 这个没有多久 他就马上宣布 都辞掉了立委的职务了 那么就如同刚才汉萍讲的嘛 蔡壁如在民众党内的影响力 有没有立委一点差也没有 那再讲更直白一点 如果柯文哲接着要去选总统 那蔡壁如必然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很多事情都要去处理 那这个时候背一个立委的角色在 对蔡壁如来说未必是有帮助的 可能还绑手绑脚 所以我觉得从民众党处理这件事情上 他们最主要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民进党做对比 强烈的对比 你怎么处理的 我怎么处理的 所以柯文哲才会讲了这句话 他说我不会全党救议人 其实蔡壁如跟林志堅最大的不同 就是刚才汉萍也强调过了 就是没有全党救议人这件事情发生 没有要把这个台大 或者是把德尼克大打死了 这件事情发生 既然这个学龙会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们就扛起所有的政治责任 所以蔡壁如虽然辞去了她的立委 但是她在持续立委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就再一次的凸显出 民进党过去捍卫林志堅 这个论文抄袭这件事情的错误 跟这个可悲之处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啦 就是说外界想要再继续 再做见缝插针的这个动作 恐怕就没有任何的空间了 就很难了 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做文章 所以现在大家就很直接了 网友的反应有人说 反观直接打爆DPP 还有全党挺抄袭 真俐落比拖拖拉拉的帅多了 以及就是在第一时间止血 所以认为应该要来肯定 那么现在蒋王安就说了 同样是面对抄袭问题 民营党蔡英文是下令 下通牒全党都要挺 甚至最后不得不把林志堅换下来 但是换上来是谁呢 挺抄袭的郑运彤 以及前台诗院罗志强就说 反观民营党刘建国更违反封城论文 不让大家检验也没有辞立委的风险 还能够选云林县长 当然他还有一位这个 这个封存深等论 这到30年的总统啊 也是很酸 谢大使 对其实这个蔡壁如这个做法 很明快 也很明智 那值得为这些政治人物做一个表率 真的你看民进党 那个就上梁不振下梁歪啊 那个蔡英文在挺林志堅挺成什么样子啊 对你根本就是公然跟台大作对嘛 当然公然跟这个学术界挑战 对而且你是全党出来 蔡壁如这件事情 你跟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嘛 这跟政党无关啊 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嘛 他个人他一开始他就讲说他很奇怪 因为他说这个德明科大 就是说他的论文有问题 给他个人的这些说明资料 还比这个德明科大 给媒体的说明资料少一半 所以这个学校很奇怪 把他所有资料都告诉媒体 但是没有告诉当事人 那当事人只知道一半 所以这个有一点问题 我觉得蔡壁如指出这个问题 不论如何 他这个是他个人的事 他要去处理 他辞掉 那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他树立一个典范 我们建议以后啊 这个一个尤其像现在提到 这个刘建国这个问题啊 我们觉得这些所有的政党 包括这个民进党 应该要同样的用蔡壁如的标准 要求他们自己的候选人 对有问题就拿出来 然后面对问题 然后先把自己的问题 先辞职下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笔之下 真的力见高下 力见高下 这个民进党这个党风啊太差了 那现在看起来啊 党风坏在哪里 坏在他的党中央 他这个主席就有问题 台大对不对 这个学校他在这个学术的地位 是跟皇后的征操一样啊 这个学校马上立刻他就照内规处理的 他有这个学术审查委员会 有一定的程序 你看都已经通过了 还要叫跟还要 蔡英文还下命令全党顶顶之间 对你看现在这个台湾的政治风气能不坏吗 上梁不振下梁必歪啦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哦 那个这个蔡碧如他后面还没有高人指点 还没有教授 还没有像国安局长这种人在后面怎样 穿针引线 然后呢怎么讲引诱人犯罪 他还是自己的事 那你看林志坚的事情 那后面还有一位国安局长叫陈明通 现在还逍遥法外呢 他自己写的两篇文章 就已经自己只能说认罪输了 到现在台大也还没有处理 民进党也没有处理这个陈明通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不能够高高举举轻轻放下 对于这些政治人物 我们要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 不要他们天天追着老百姓 小老百姓把人家关到监牢里面 把人家抓到居楼所去 唯唯小罪就怎么样 搞得人家家破人亡 你这些政治人物吃香喝辣 应该怎么样 又更受更严格的道德法律标准来审视 这要从谁开始 从蔡英文开始 从他自己做起 把你的论文先交代清楚 把你的林志坚以后请他退出政坛 然后呢这个 蒋万言讲得非常好 你换上去的这个候选人郑运鹏 他是评假论文的 还到处现在 到处都看到他的看板 还在那边代表民进党 民进党到底有没有道德标准 这一些 视天下人为无物 把天下人都视为傻瓜的政党 我跟你講 一定要给他教训 我们这次选举 现在时间快到了 大家不但是自己出来投票 把民进党 把他赶下台上 另外一方 把家里人 所有的这些亲朋好 都要动员起来 要不然台湾再让 这些什么林志坚 郑运鹏 这些人跟着蔡英文 这些再继续搞下去 台湾没有未来 我们要救的 不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候选 我们救的是台湾的未来 如果不让民进党这些 这次选举受一个教训 台湾就就此永远沉沦 很难翻身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就是因为 这个论文事件不断的烧 那现在林志坚也因为 他的论文被认定抄袭 被撤销了台大学位 因为现在台大也首度通过立法 在硕博生论文要通过相似度的比对 才能够办理离校手续 而且是呢 即日起就是 立刻已经是生效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样的消息一出之后 好通过立法未来呢 都要通过比对 才能够让你顺利的拿到学位 有人说这个应该是小智条款 应该来帮他立个杯 谢谢智坚 那还有人要问问 是不是要追溯一下 阿同时的学生呢 漢婷 所以台大学生不爽 台大学生不爽 某种程度也是要感谢林志坚 留给学弟妹一个良好的 的一个典范 未来就是每个都要通过这样的标准 每个都要通过 不过因为本来就是 学生都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过去可能只是 个别的系组 或个别的老师规定 那现在既然有一个通盘的规定 我当然觉得 对于整体学术发展来说是好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 不仅应该是说现阶段的要这个样子 那过去至少每一个政治人物的论文 至少现在还在职的 也应该通通都要拿出来检验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就讲说 是不是要来追溯一下 尤其是到选前之前 会不会有更多更多 接下来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拿出来 要来检视或是未来呢 这个学校还会 不会有哪些人被指控是抄袭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ZTI714 想有折扣哦